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和国际人权组织 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1月29日在议会举行高规格的国际会议 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一个恐怖的故事 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学者专家以及活摘器官证人等受邀到场发言 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大会邀请了三位不同背景的发言人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活摘器官的真实性及其规模 驻伦敦的调查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和来自德国的医学教授李慧格 展示了详细的独立调查数据 证实中国器官移植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十分可疑 同时从劳教所走出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打给中国的调查电话 更直接证明了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实的存在 来自维吾尔的外科医生安华托蒂亲自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 当时刑刑者故意将子弹打歪 以保证摘取器官的时候此人还活着 这段近似杀人的经历成了安华托蒂医生的梦魇 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是一种对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的一个亵渎 所以呢 很多年了就是在心理感受上面呢就是很沉重 麦克米兰斯考特说 1942年一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聆听了一位亲身经历过华沙死亡集中营的年轻波兰人的证词 70年后的今天 活体摘取良心犯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乞惯的罪行 曝光六年之后 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欧洲议会2011年世界民主人权报告的报告人莱安尼达斯说 难以置信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经济利益就是你的口袋扁了的时候呢 你就会把这个人权呢 你就会放到一边 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悲哀 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与此同时 作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 法轮功学员们从未停止过 他们用各种平和的方式对国际社会的呼吁 我们就希望呢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 要各国政府 特别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 应该站起来公开这个 就是谴责这种暴行 然后让这个这样的残暴的事情 尽早停止 一面是经济利益的诱惑 一面是受害者们的强烈呼声 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 在这利益和人权的平衡中 议会也有他们的职责 在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看来 将这些赴中国移植器官的行为 定为违法行为 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议员表示 举办这种国际会议 对国际社会来说如同一级棒喝 活摘器官的罪行将会让世人震惊